日本納巴機場因為天候不佳 又有飛機零件掉落 導致跑道關閉 三架民航班機被迫轉將在 沖繩美軍加首納基地 有別於轉將在日本 其他國內機場 乘客可以下機到休息室等候 但加首納屬於國外美國領土 因此得遵守美軍的規定 待在機上 結果一待就是至少九個小時 另外在冰島 西南端的雷克雅內斯半島火山 29號再度爆發 滾炭熔岩像噴泉一樣涌出 美聯社記者搶進火山區報導 而印度則是遭遇極端熱浪襲擊 首都德里這週甚至標出設施 五十二點九度高溫 全國各地中暑病房人滿為患 目前已經有六十億人疑似熱到喪命 隨之而來的還有嚴重缺水問題 只能靠運水車救濟 巴基斯坦甚至出現野火燎原 專家警告今年這次熱浪受到全球暖化 和聲音現象影響 並警告未來發生極端氣候的頻率 恐怕會越來越高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